好 今天大家歡迎收看財富長城 我是范依華 今天加全指數最後面是小跌的格局 跌掉了12.8887點 你會發現最近跟888 好像真的滿有緣的 洞洞就是8899 8888 今天又8887 在量的部分稍微萎縮了 因为最近都是在700多亿 好像很久没有看到千亿以上的量能了 那么接下来呢 今天就是520 520之后要怎么来看 我们赶快邀请到的是 高新投稿的走顾问陈伟辰 郭文你好 你好 各官们大家好 好 顾问大家都说最近真的 巴来巴去的 不过呢这个520之后呢 大家会说这个到底呢 接下来怎么看呢 今天盘面上好多个股 其实还是抢抢滚的 攻到涨停的涨停对不对 你看令旺 令旺关了放出来第一天 马上攻涨 所以表示说 是不是整体的这个台北股市 多头的气焰还是蛮强盛的 我们怎么看 好了 那么在今天的这个520行情里面 当然有些人有多头 有期待 520行情了 指数要大涨了 没有 对不对 又有另外一些人呢 看下崩盘的 520完之后就挂点了 有没有 也没有 对不对 那么我们在节目里面呢 对这一次520行情的规划 从4月30号开始 到现在为止 今天有没有变 没有变 只是走得真的很慢很慢而已 这一波行情从4月30号规划到现在为止 因为在中间消耗多了 消耗掉了相当多的时间 那么一华也常问我 顾问 那到底这个行情怎么不走快一点点呢 对啊 为什么在这个地方弄弄弄弄这么久呢 可是你会发现很奇怪 它再怎么弄得久 它再怎么慢慢弄啊 这个波浪移动的轨迹 居然就还跟原来的一样 就还跟原来的一样 那么当然 来到了今天这个位置点 那是很好比对啦 大概也已经都来到这里了嘛 对不对 都已经来到这里了 那么 大家当然就会问 好 老师 520行情 那要庆祝 那不管庆祝的好或不好 那也庆祝完了嘛 对不对 那么第一转折到底开始了没有 一华你觉得开始了没有 看起来好像不太像 开始了嘛 还是蛮厉害的啊 整体加全指数也好 个股也好 好 OK 第一转折到底开始了没有 对 那么刚刚一华已经帮各位回答到了 为什么呢 一华也会看规划嘛 还没到啦 当然还没有到嘛 那么 我说过 在第一转折 当然它方向是向下 没有错 但是我已经跟各位讲过 第一转折向下 那是一个修正 那个不是崩盘 我要再次强调 为什么 我们刚刚回忆了一下 你看从今年 开红盘之前 农历年之前 指数在哪里 各位还记得大概在8800附近 就好像一华刚刚讲的 这个8888这个数字 今年还真是来了很多遍 对 好 现在我们又来到8889 那我可以告诉你 到了89月 你还是在8889 所以我要告诉各位的是说 在这一次 当然520的短线规划里面 这一波的行情 这一波520的反摊 它依然在这个缓步推升的 小溪波当中 OK 这个没有变啦 那第一转折会不会来 当然会来啦 可是第一转折来了要干什么 重点是 第一转折来了要干什么 我在这个礼拜五 我们在这个礼拜五 就在各位心灰意冷 打算关掉电视机的时候 那么尾程要告诉你 这个520后行情的规划 我讲过 它是一个浴火重生的行情 那么叫做 为什么叫做浴火重生呢 因为在第一转折的震荡中间 很多个股 那么你来不及在年初把握的也好 或在这一次 你来不及把握的也好 可能在第一转折后 你有低档 你就要开始把握 为什么叫做浴火重生 我现在提醒各位 为什么叫做浴火重生 当然会去浴火重生 那就不叫做崩盘行情了嘛 那么为什么会叫浴火重生 因为各位不要忘记 我们还有一个行情 还没有开始 什么行情 一滑猜猜看 选举行情 聪明 冰雪聪明 我们还有一个选举行情 还没有结束 你怎么会觉得 现在就要崩盘了呢 所以就 只是奥妙是奥妙在说 好 那为什么要浴火嘛 对不对 我干嘛要浴火 如果有火 我干嘛去跳下去给它烧呢 我当然不要给它烧嘛 因为在这个520行情 从4月30号你验证到现在 那你想光光在这个区间里面 光光在这个区间里面 那当然很多个股 在前一波第一季季爆出来之前 它大涨了一波 那等季爆出来之后 哇 这下原形毕露 全部都做了大幅的修正 对不对 那他们有没有浴火 他们有浴火啊 对不对火烧了嘛 那都已经修正了嘛 那所以说现阶段将来的第一次的 这个低转折 那也是就前面那些股票 继续去做修正而已 那问题是在这个低转折下来的时候 我们还是那个重点 当然就开始要为选举行情来布局 事实上很多股票根本就没有等到第一转折来 它就已经又开始发动了嘛 那么在这一波反弹的过程当中 就像义华讲的 那当然很多股票 它涨一涨怎么样 啪 熄火 就像我们昨天跟各位讲的 就好像一台车子一样 发动了以后响了这个引擎跑了两下 啪啪 熄火 这种股票一而再再而三 一而再再而三 那当然就是代表说 它要不是筹码面还没有干净 就是基本面 是有一点点疑虑 将来第一波转折 第一波转折向下 它还会跟着去下 上去修嘛 但是不是没有强势的个股嘛 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3289的宜特 导播我们再看一下 那这个宜特的操作 当然我们在电视上 已经跟各位几乎是做了 从底部到现在一个 非常长期的追踪跟介绍 那最近的这一次介绍 我又请在 请各位在5月16号这一天 这是5月16号这一天 我们跟各位再来回顾一次 宜特的画面 我那时候讲说 这只手还是当时5月16号那只手 当天收盘在66块钱 那我跟各位讲说 你要去注意 过去在大盘盘整区里面 就这档股票 打死怎么看 它就是在66块钱 也就是说 它在做强势整理了嘛 那宜特为什么能够做强势整理 好 昨天我还把这个宜特基本面 再给各位重新再做了很详细的介绍 那么奈米级以下先进制程 这些需要宜特先进设备 电子显微镜 它的一个检测 所以为什么说 今年核论你会看到说 像力旺或像其他IC设计 或像这个联电 这些半导体这些业务 这些他们的业绩开始成长的时候 宜特当然也就跟着上来 当然它还有一部分 也有LED的检测 那么这个基本面 它一直都在 它从30几块钱的时候就在 从40几块钱 学运跌停那一天 我们介入的时候它也没有变 只是当时没有人 几乎没有人在讨论这档股票 那么从5月16号 我们再一次在节目当中 跟各位提醒之后 66块钱到隔天又涨停 它这不会锁啦 就是涨停 涨不停 今天盘中又在供涨停 又是740块9 没有锁 收73块收盘收到73块9 所以你看 在520行情之前以及之后 这些财报强劲的个股 或者说在第二季第三季 来自下半年 应该说下半年 它的业绩展望还在成长的股票 它是没有什么在等第一转折 那将来如果说有第一转折 OK好了 短线震荡回来 那还是要布局啊 我昨天还讲 我昨天在宜特第二根 我还跟各位讲宜特还没涨完啊 今天马上就再给你看新高嘛 问题是说很多朋友 观众朋友当然就是说 从340块看着它 看着我们一路讲到55块60块 到现在70块 很多朋友觉得哇塞翻一倍了 对不对 3040块到70几块 那么涨了这么多 这股票它还会涨吗 那我就要告诉你 这个时候就要看说你基本面 够不够扎实嘛 那宜特它当然是一档基本面扎实的股票 后市只是怎么样 看各位要不要把握 人家我们刚刚跟各位讲 遇火重生啊 你这个财炮不好的股票 你就不要再遇火了嘛 对不对 你干嘛没事放着自己让给火烧干嘛呢 把握能够让你重生的股票嘛 那么宜特当然就是一个最近最鲜明的例子 不只是宜特 标股名单里面还有很多我们从年初就跟各位精心挑选的股票 到了现在都还在发威 各位一定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刚刚义华最喜欢那档股票 3529的立望 然后大家来看一下立望 好 还是这张字卡 那么我们在2月18号104块半的时候 在三立尾盘财经的时候 连线那时候是104.5 那时候来推荐立望这档股票 那么从那天开始 当然后来中间经历了很多心路历程 这个逸华也有很多心路历程 对我好感慨 对啊100块的时候问他敢不敢 他说他不敢 后来到了250后他很 这个247之后他也很关心 那到底立望这档股票可不可以买了 那时候反而跟各位讲说 做好4月7号这一天 247你不要再追 那各位一定记得很清楚 我在那天讲说不要再追的时候 那么我跟各位讲 你也不要去放空他 你也不要去放空他 而就在 你要注意他随时发动的时机 就在5月5号这一天 倒不然我们看一下下一张字卡 那各位可以去看一下5月5号这一天 我在立望这一张字卡里面我跟各位怎么讲 发来导播看到这里 发动时机已尽 各位请去看5月5号这一天的重播 网络上都还有发动时机已尽 从5月5号那天收盘221大概在这个位置点 沉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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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0行情人家有没有来嘎了一脚 今天直接跳空涨停板 240块半 涨完了没有 还没有 所以叫你不要去放空他嘛 所以很多朋友在这个时候 抱持了太多 我认为是不太现实际的想法 第一转折向下是有没有错 那个是终极 那只是一个修正而已 那不是崩盘行情 所以你才会看到说奇怪 所以很多朋友觉得很奇怪 那今天不是520行情 那应该庆祝完了 对不对 庆祝完了就应该结束了嘛 导播我们再看到第一张字卡 在这一次的演讲会里面 我要请各位拜托 你自己不要随便再乱猜 520后 这个浴火重生的规划 你不要随便乱猜说 陈伟辰这样话转折向下 那就是崩盘 你真的是不要看了一半 规划不要看了一半 这个向下转折 反而是你要去布局选举行情 这波行情的时候 那么今天连这一波反弹 都还没有结束 都还没有结束 盘面上面 你当然不是说所有的股票 这些股票都会中定啦 但是我们精心帮各位挑出来的这些标股 包含你看看 也就在三天前才提醒你的宜特 也就在5月5号才提醒你的立望 还有一档什么 来导播我们来看一下 像泰伯 昨天还两根涨停 今天呢收在平盘 我就不重新再打一张字卡 都是一样的 那这些股票从哪里来 来导播我们看一下第六章 还是这张标股名单里面来嘛 对不对 宜特在这里 3月3号的推荐 但是3月3号的宜特价格在哪里 3月3号的泰伯价格在哪里 3月3号的立望价格在哪里 2月18号的立望价格在哪里 只是说你要不要在这一波 马年上下震荡的行情里面 跟我们一起好好把握而已嘛 那么现在尾程告诉你 不要再乱拆 好不好 第一转折时间还没有到 那么第一转折向下是要来干什么 布局选举行情 让你浴火重生 所以广告时间 你还一头雾水 那么赶紧把握这一次5月25号 早上台北这场演讲会的这个规划 赶紧把规划给看清楚 千万不要置物 错失了下一波选举行情 所以广告时间不要错过机会 赶紧跟我们线上的人员来这个联络 好刚刚看到四个字浴火重生 重点就在后面两个字重生 而且呢刚刚郭远说 接下来还有这个选举行情 怎么要提早布局呢 布局的标题在哪里 我们要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专业的研究团队 老师犀利的见解 为您洞悉股市的大小事 给您最中肯的建议 给您最明确的方向 选择高薪让您放心 选择高薪让您坐拥高薪 高薪头顾是您唯一的选择 02-2717-5567 02-2717-5567 吹动女的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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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他刷的是国泰斯华卡 买一松一 变得好模糊 难道只为了一封信 为什么 帅啊 国泰斯华十分幸福 买一松一 上播更多幸福 还有限时强参卷活动哦 小时候邻居很爱帮我取绰号 因为我鸡婆又爱笑 所以老板娘都叫我 我自己的小帮手啦 高中时我开始送报纸 你年来啊 大街小巷我一亲二楚 里长伯都叫我 小里长 现在我又有新绰号 邻居开始叫我 小超 还好有脸 因为这个社区就是我的潮 这在地的社区专家 小超 我们家女人也想当小潮可以吗 欢迎所有社区青年加入小潮行列 社区专家有潮式房屋 我常常问自己 现在的我富有吗 下一代的幸福让我富有 孩子的荣耀让我富有 对未来有梦想让我富有 人生有很多种财富 把有形的财富托付给玉山 更多无价的财富留给自己 心轻如玉 意中如山 玉山财富管理 让心更富有 玉山银行 欢迎来到财富长城 刚刚说了在第一转折之后 其实有选举行情 选举行情现在赶快已经选好标的 怎么来布局呢 而大家比较关心是说 这个转折到底怎么个转法呢 好 那么这个转折怎么个转法 到底这个第一转折代表的是什么意思 我还是在呼吁一遍 各位观众朋友 不要自己瞎猜 赶紧把握这个礼拜的演讲会 你不要说一个箭头向下 这个是我们今年1月23号 农历年前跟各位 各位还记得这张规划 1月23号大盘的长线规划 农历年前在哪里 8800多 这个规划后来又回来到哪里 8800多 有没有回来 真的有回来 所以这一年到头 居然指数就在这个附近 就跑来跑去 可是最终都会回到这里来嘛 对不对 好 这就是好玩的地方 可是每一次 这种震荡来的时候 都是大家最没有信心的时候 所以我们才要事先规划 如果我们在农历年前那一波 没有事先规划 那不是所有的人 买在这个地方 套下来全部都以为要崩盘了吗 但是这一次 我为什么说是浴火重生 就是说上一次 很多朋友是没有把握在这个低档 或甚至于说 你到了这个位置点 他还在放空呢 那事实上 这一波的多头行情 从今年开红盘前后以来 我们的事先规划 从8200一路规划到这个位置点 3月7号验证完毕 我都还没有说多头结束 然后紧接着呢 导过我们看下一张字卡 这也是大家都看过的字卡 3月20号到520啊 在哪里啊 各位还记得这张字卡吗 3月20号那一天是跌下来的 规划到哪里 甚至于到了4月2号这一天 那很多人说清明节就要变盘了 我还告诉你根本就不会变 连这个都没有了 就在这个地方一路晃到了4月18号 那指数也都还是在这个地方 那现在来到了这个浴火重撑的机会 也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的 这下一波的行情就是选举行情 所以这个时候 你有很重要一件事情 既然还有选举行情 那是你第二次的机会 那你要不要浪费时间 在那些正在修正的股票 这些股票是哪些 我没有办法一档一档的跟你讲 但是我能够尽量做到事先规划的 我还是跟你提了 而且一样都是事先在节目当中提过 我们来看一下 这些股票我们的规划都还没有变 像我们提过2448的经典 我的规划变了没有 这是5月13号的规划 这是今天520 变了没有 变了没有 我没有变 朋友我没有变 再来呢 1476的如虹呢 有没有变 这个都是5月15号当天的字卡 逢谈移出 看法不变 那天收盘还在111 那人家谈了嘛 今天又跌回来了 304块 变不变 没有变 还有呢 其他的个股像 智威 他也还没修正完 好股票 但是还没修正完 看法不变 没有变嘛 所以现阶段 当然我没有办法就 每2000多档股票 我每一档都划给你看嘛 我现在只要你 第一做两件事情 第一个 当然你一定要把握这个520后 行情的规划 不要再自己瞎拆崩盘 说实在今年这个行情从8200上来到9000点 很多人是一路看空 一路做空 空到现在奇怪了 偏偏他空的就不下来 还一路涨上去 像那个宜特 我看到很多人涨上来说 这些什么股票我不办 三路就要空 朋友没有买到也不要恨他 你懂我的意思吗 你在做多或是放空的同时 你一定要先知道 人家基本面是怎么样 不是光看线 不是光看线而已 即使是尾程的波浪规划 在个股的部分 我们一样都是依照了基本面 再配合上技术面来画的 这一点你要特别注意 这个520后的行情规划 是怎么一个浴火重生法 那么当然现阶段很重要的是 在这个行情里面 在这个行情里面 我们再回到这个刚刚的这个 第一张字卡 导播我们再回到第一张字卡 现在这个520行情的规划 还没有结束 还没有结束 这个反弹还没有结束 我们还在这里面 还在这里面 你要特别注意到 所以这代表什么 我未来如果还有这么一小段 如果我还有这么一段 刚刚提到的 那开始几乎是这里面的 好